歡迎收看Price YouTube Channel 我是Karen 來到Price網上電腦節的第三天 我們就去到Fever Sound Studio 跟兩位大前輩一齊介紹今晚的必搶產品 不如大家都介紹一下自己和你們的頻道給大家認識 Hello 我是Fever Sound.com 的國人 我是試音響產品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Pol76的小室 我是試音響和計測產品的 如果大家想看完不同的電子產品評測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們這麼多的YouTube Channel 說回今次Price網上電腦節 一共超過50個品牌和商戶參與 超過500件產品給大家選 優惠低至1元 任何消費都可以獲得價值超過300元的禮品包 恆生信用卡的用戶用上優惠碼 還可以額外減高達200元 現在就跟大家看看今晚有什麼筍物買 大家選對了記得準時8點半去搶 第一樣要講的產品 相信兩位都有興趣和合用的 就是DELL 的27吋4K USB 視頻 有兩個型號 分別是U2723-QE和S2722-QC U2723-QE是屬於DELL Ultra Sharp系列 以適準螢幕稱為賣點 這款27吋螢幕配置了IPS Black技術 擁有2000比1的對比度 能夠出到亮麗的色彩和實正的黑位 而它亦擁有內建的低藍光螢幕 Vesa Display HDL400和98% DCI-P3等等不同應徵 再加上16比9比例4K解像度 用它來緝照剪片就很適合用了 這個螢幕另一個方便用家的地方 就是它擁有豐富的連接介面 包括一個HDMI、一出一入Display Port 三個USB-C、五個USB-A和一個RJ45 接駁了Type-C之後 除了有90W的供電 亦都可以當成一個USB Dock 去連接Keyboard、Mouse和USB手指 甚至可以同時連接兩個電腦 又或者將畫面輸出另一個屏幕 同樣都是很方便 還有一樣要說的就是它的外形 不單只是簡潔帥仔 還可以傾斜、左右旋轉和調校高低 這個設計都非常實用 價錢方面U2723QE原價要8000多元 現在減3,000元 5,000元鬆一點就買到了 有消費券幫補一下也不算好 如果想便宜一點 其實還有另外一部S2722QC也不錯 首先選擇它的機身 加上三邊超薄的邊框設計 賣相其實真的挺吸引的 另外它亦都像剛才介紹的U2723QE一樣 可以調整高低、傾斜、左右和180度旋轉 加上Convert View的防冷光功能 長時間對著螢幕都不會看到飆眼水和頸緊薄痛 連接方面S2722QC有兩個HDMI、兩個USB-A 一個65W供電的USB-C 博MacBook Notebook就非常方便 有1000比1的對比度、350Nits的亮度 支援AMD FreeSync和99%SRGB色域等等 規格聽起來都不錯 簡直是厲害 至於價錢方面這部機率原價要5000多元 現在只是3599元 限量10部 大家記得它搶了 講完顯示器 我們就講下Notebook 小室你有沒有推介呢? 首先要看看用途 現在有不少人打算買Notebook 去做desktop的replacement 不用帶出去 重一點 大一點也不要緊 另外它的儲存容量夠多當然更加好 接下來的ASUS Notebook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它就是今年新出的商務Notebook 型號叫P1511 配備15.6吋的螢幕 解像度是1920x1080 實物就在我面前了 規格方面 它有Intel第11代的i5和i7兩個版本 內置就是8GB DDR4 RAM 以及1TB M.2 NVMe SSD 而且鏈接介面有USB-A、USB-C和HDMI 還有MicroSD卡槽 不是打機指面的話 一般用戶應該這樣吧 這部機率現在的price優惠價 在做$5799和$6799 大約是正價的8至左右 每款限量15部 說起ASUS 既然有Notebook優惠 不知道螢幕有沒有便宜呢? 國人你問得真是好 今次真的有ASUS GAMING MON 就是TUV系列的VG28-QU-L1A ASUS這部電競螢幕 用上4K UHD Fast IPS 面板 有144Hz的刷新率 以及1ms的反應時間 它亦都對應和打機顯示有關的功能規格 包括NVIDIA G-Sync AMD 3-Sync Premium 更是清晰流暢的遊戲體驗 看看資料 它分別有兩個HDMI 2.1 和HDMI 2.0的介面 加上Display Pod 1.4 有這麼多的頭 可以同時搭齊電腦、遊戲機、TV Box 適合擺放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HDMI 2.1頭 如果用來搭PS5 Xbox Series X 的話 還可以出到原生的4K 120Hz 遊戲畫面 又齊了4K 144Hz 高刷新率 這個規格的螢幕 平時限定都要7-8千元 現在Price網上電腦截 只是賣6,999元 限量20部 剛才說了文書的Notebook Karen 今次Price的網上電腦截 又有沒有Gaming 手機推介給大家 當然有 這部GIGABYTE G7 定位是一部入門的電競手機 但擁有17.3吋超大144Hz 窄邊框 IPS 螢幕 打機就夠大了 我上網查看 它內置第十一代的Intel Core i5 H 系列處理器 RTX 3050 顯示卡之外 再加上16GB DDR4 RAM 以及512GB PCIe Gen 4 SSD 支援Wi-Fi 6 等等 這個規格也不錯 沒錯 它還提供兩個M.2 和一個2.5吋 Hard Disk 位 比用家自行升級 你多放幾隻遊戲都沒問題 另外它也內置了15式全區的背光鍵盤 以及DTS 6 Ultra 立體聲喇叭 打機的升華效果和操控感都會令人滿意 如果嫌3050顯示卡不夠力的話 就可以考慮同樣都是GIGABYTE出品的AORUS 15P 內置了第十一代Intel Core i7H 系列的處理器 以及RTX 3070 顯示卡 獨特CS GO 世界頂尖職業隊 G2 eSport 的認證 來頭也不小 還有這部機採用了Microsoft Azure AI 技術 能夠偵察到玩家在玩遊戲 自動調節最適合的CPU、GPU和風扇設定 為玩家提供最佳化的遊戲體驗 這個功能也不少 至於大家最關心的價錢 GIGABYTE G7 和 AORUS 15P 分別是賣$7588 和$11788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出手 連續講了幾樣電腦產品 知道兩位都是影音達人 接下來幾款的耳機喇叭 都交給你們了 首先就是Sony WH-1000XM5 Sony這個最新的無線耳機 我都有玩過 最大賣點當然是它的降噪技術 開著的功能 就算是坐地鐵都不會太吵 而第二個賣點當然就是 支援LDAC藍牙編碼 用Android手機的朋友 用LDAC的聽歌都很難回頭 另外這隻耳機也開發了 全新的30mm單元 在這個單元之下 音質細緻的清晰度都非常不錯 不用看資料都記得XM5賣點 佩服佩服 等我先補充價錢 Sony WH-1000XM5 原價是$3190 現在Price優惠價只是$1988 有兩隻顏色可以選擇 每隻顏色限量五件 接著要介紹的就是評價都不錯 而且挺划算的喇叭品牌 Edifier 分別有今年才出的MR4 還有R1700BTS 以及S880DB 這兩款的長清型號 先說價錢貴少少的S880DB 這對藍牙書架式的喇叭 尺寸細小但輸出力都頗大 放棄書架、看電影、打機 很好感覺 用來聽歌都不錯 除了支援藍牙APTX之外 它都配備兩組RCA 一組USB 一組光纖 一組Corezzo數碼同軸輸入 如果用電腦聽歌的話 就建議大家接駁喇叭的USB頭 就可以播到Hi-Res的音效 另一款就是R1700BTS 它提供藍牙和RCA連接 前者還支援APTX HD的編碼 用它來連接Android機播歌都頗好 至於MR4 雖然不支援藍牙 但有一組TRS的平衡 和一組RCA的單端輸入界面 用了一吋高音 和四吋中低音單元組合 提供鑑聽級別的音效 適合喜歡聽原則完美歌曲的朋友 Ectifier MR4 R1700BTS 和S880DB 原價分別要650元 880元 和1590元 現在低至7二折起發售 今次和兩位都是第一次合作 不如我們就來個快問快答 讓我們的觀眾都可以了解一下你們多些 好 黑球 CD 寫機 我只是接觸過膽機 膽機實在太複雜了 也都在maintain上是難一點 我覺得 我天生恐膽症 但做事見得多就沒那麼恐 不過都很難說要喜愛 加上性動員 加上性動員 適合 電視 我真的和你們有代溝 不不不不不 這個是你玩得大一點的感覺 對呀 你有錢玩大東西 對呀 CPass 這陣子在追緊 就是不知道要做些什麼 不知道怎麼拍 那客人也在看著 我也是 就是拍片 我們不得慣了拍片 是一個人拍的 或者是很少人拍 突然間很多人看著 就會是 覺得很尷尬 很緊張 所以我全程今集都是有尷尬 含蓄的微笑 沒辦法 我呢就是 要出外景的時候 然後氣溫高達36度 體感有40度左右的時候 那些汗就不斷飆出來 然後拍攝就會空到這麼近 拍我的人中那些汗珠的時候 我就最尷尬 試鏡頭 玩微距 上載了影片之後 大家看得很開心 還有看著 觀看數字一直升上去 就是最開心的 都是一樣的 其實有人看是最重要的 其他東西都不重要 有人先看 然後有人Like 有人留言 留言就少罵兩句 很開心 基本上是一樣的 說我們的影片是有用的話 我就很開心 有用也很重要 是 下一樣繼續是Headfire的產品 有熱賣的USB Deck i-Fi SandDeck V2解買耳礦 Price 網上電腦折 1,500元 i-Fi的產品 一向都非常值得 這部SandDeck V2 是一部純USB解買器 看看機背 就有一個USB 3.0的輸入介面 至於輸出介面 就有RCA和4.4mm可以選擇 至於前面面板 亦都配置了4.4mm和6.3mm的TRS耳機口 接觸喇叭和直插耳機聽歌 都很適合 支援格式方面 有齊MQA、PCM384kHz、DXD和DXD256 接觸電腦聽Hi-Res歌 就絕對沒問題 至於音質方面 剛才用它來接觸4.4mm耳機聽了一會 聲音都相當細緻 低頻亦非常充足夠力 是一部不錯的USB Deck Worgan 平時你們拍攝評測片 對收音的要求特別高 不過如果只是想簡單拍攝 拍攝聊天 這類型的影片 又或者開會用的話 有沒有什麼收音器材可以推介給大家 真的有 我手上這套SURE的MV7 Kit 你之前也有拍過評測片 這支指向性動圈收音麥 第一個好處就是方便連接 提供XLR和Micro-B USB 兩種連接方式 博手機、電腦或者專業收音器材都沒有問題 而且接觸後 至到模式會因應環境自動調節 人聲分離技術確保有清晰收音 還預設不同的EQ類波 方便簡單調音 我記得 試過用它來接觸電話收音 不用設任何東西 只是開錄音APP就可以用 都真是幾方便 想即時檢查收音效果 這支麥克風還有一個3.5mm耳機插 等攝影師可以隨時看著聲音 今次的Price網上電腦截 就有SURE MV7 Kit加SRH440A 這個組合套裝賣 原價要約$2,800 現在只是$2,288 就有1支麥克風 加腳架和監聽耳機 這個combo價真的挺划算 小蜜,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就算用WiFi 6 Router 上網速度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快 你想考我 我有看你說WiFi 6E的影片 原因就是 越多人用WiFi 6 Router 越多機都是用5GHz的頻度 令WiFi接收也會有互相干擾 果然就有準備 以下介紹的TP-Link Wi-Fi 6E的產品 就實看不到你了 先說DECO XE75 這個套裝包了兩部支援WiFi 6E的 Mesh Wi-Fi Router 內置三頻天線的合共提供 最高的5.4Gbps的傳輸速度 一般用價都應該夠用 而且操作都非常User-friendly 在手機安裝一個專用的App 就可以選擇到 當然最刺激的賣點 就是有一條6GHz的快速上網頻段 TP-Link DECO XE75 三頻Mesh Wi-Fi 6E系統 原價要$2,798 而Price只是賣$2,398 限量10件價要把握機會 Karen 如果我用電腦不支援WiFi 6E上網 不用LAN線的情況下 又有什麼辦法 你就可以買了TP-Link出的 WiFi 6E PCIe網卡 ARCHA TXE75E 它內置了Intel Wi-Fi 6E的芯片 再加上跟機外置的天線 就可以加強訊號和提供穩定的接收 這件的WiFi 6E配件 原價是$1,099 而Price只是賣$649 是砌機人士升級WiFi的必備補品 講起TP-Link ARCHA系列 還有一件事未說 就是AXE753頻 WiFi 6E router 這部機雖然是單一部機 但本身已經有六條天線 再加上波速成型技術 以及比一般WiFi 6更多了6G頻段 在覆蓋範圍和速度 一點都不細和不慢 AXE75 原價要$1,499 而Price優惠價只是$1,260 省兩十件 最後要介紹的兩件貨品 小失國人 你們應該都很適合用 就是Western Digital My Passport 系列的SSD 和Hard Disk My Passport SSD 一向都非常受歡迎 它有1050Mb和1000Mbps的ReadWrite速度 有時我們剪片電腦不夠位 我都會用外置SSD去做事 Loading速度很快 My Passport HDD 都是其中一個很多人的Backup 工具 讀寫速度雖然沒有SSD那麼快 但性在夠便宜 以及沒有那麼容易死資料 用它來Backup 我們之前拍的影片 其實是適合的 價錢方面 My Passport SSD 1TB Price就是賣$899 而有特大5TB容量的My Passport USB 3.0 HDD Price優惠價只是賣$700 Karen SSD和Hard Disk都有便宜 SD卡有沒有呢? Kioshia SD和Micro SDXC記憶卡 你又對嗎? 我知道Kioshia前身是東芝 可以說是其中一間記憶卡的大牌子 延續以往生產記憶卡的技術 他們在SD和Micro SDXC記憶卡市場上 都頗受歡迎 而且他們的產品很多都還在日本製造 至於今次Price優惠 Micro SDXC記憶卡有多個容量可選擇 由32到512GB都有 每個容量都起碼做半價 至於Kioshia的Xerria Plus SD記憶卡 最大的容量有1TB都做6-7折 1880元便可以買到 適合經常拍片的我們 另外Kioshia還有$1.64GB USB 手指優惠 限量15件 大家記得今晚去搶 其他1元必搶損償貨 還有Samsung P1300無線充電版 鋁合金接疊手提電腦支架 以及TP-Link 300MBps 迷你無線網絡卡 都是1元便可以買到 還有ASUS 2.5吋 1TB Hard Disk 只需要$388便可以買到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快快就介紹完今晚最划算的產品 不知道大家對哪件產品最有興趣呢? 最後提提大家 今次Price網上電腦節 一共有超過50個品牌和商戶參與 超過500款產品給大家選 優惠低至$1元 任何消費都可以獲得價值超過$300的禮品包 恆生信用卡用戶用上優惠碼 還可以額外減高達$200 希望大家聽完我們的介紹後 都選到自己的心頭好 今晚8點半準時到Price網購搶購 好多謝郭仁和小失 今晚和我們一起介紹 未來還有不同的嘉賓 為大家介紹電腦節優惠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拜拜